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热门财经议题 及时投资快讯 焦点新闻话题 陈凤鑫与您同步掌握 欢迎收听财经启床号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早 欢迎大家来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启床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民国110年11月3号 星期三 现在早上8点09分29秒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东北风的影响 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 营丰叶其实有些水汽 那么会有一些飘雨 那所以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 是提高到30% 而东部地区降雨几率 也有30% 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 飘雨的机会比较高 因为云量也比较多 但到了中南部地区 就非常的稳定了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降雨几率都只有10% 在离岛的金门跟澎湖地区 降雨几率也只有10% 最北边的马祖降雨几率是30% 好这个是今天的降雨的情况 那温度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 早晚温差真的非常的大 北部地区当然因为飘雨的关系 白天的温度其实并不高 全天算是湿凉的状态 那么北部地区是21到24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就早晚温差很大 中午非常的温暖 中部地区是22到30度 南部地区是22到31度 东部地区是20到28度 澎湖地区是23到26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花莲23度 台中台南台东24度 高雄26度 宜兰它是最东北角最迎风面 温度相对偏低的 现在只有21度 那么澎湖是25度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盗权工业指数上涨了138点 收盘指数是36,052点 涨幅0.39% 纳斯达克上涨了53点 收盘指数是15,649点 涨幅0.34% S&P指数上涨了16.98点 收盘指数是4630.65点 涨幅0.37% 费城半导体上涨了42.58点 收盘指数是3548.85点 涨幅1.2% 四大指数是再创历史新高 不管是道琼标普 纳斯达克或者是费城半导体 不过呢 看起来还是以小型股居多 因为以大型股来讲 五大科技天王呢 其实是涨跌互建的 苹果上涨0.71% 脸书下跌0.58% 阿发费上涨了1.35% 亚马逊下跌了0.16% 微软上涨了1.14% 那至于在台指期的部分呢 台指期的夜盘 随着美股呢 继续的再创历史新高上涨 上涨了65点 所以等一下呢 有机会呢 开一个小红盘呢 那但是呢 因为昨天台北股市呢 在亚洲股市 其实大多数都是如此 都是开高走低 那所以呢 台北股市呢 在今天呢 那么能不能够逆转 昨天的开高走低的 这个压力 值得观察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 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么这个我们本来 每个礼拜三啊 然后连线丁学文 然后谈这个国际上面的 财经期刊呢 的一些重点 那么但是呢 学文因为家里头是 临时有事 真的是很临时有事啊 而且看起来情况呢 非要他去处理不可 那他今天早上呢 我收到了他的简讯之后 我就吓坏了 要一个对等的题目啊 就一直想一想一想 而且那我真的 我在这边 我跟你讲 我就要非常非常 我简直要跪下来 然后呢 眼泪要流下来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谈的这个题目 也非常的重要 我是非要谈不可的题目 提前拿到现在来谈 美军在台湾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说 那么美军在台湾 他那个背后的意涵 以及他实际操练的科目 还有他所期待达成的战术效果 这里面其实 当然他牵涉到的是台美关系 也牵涉到两岸关系 他更牵涉到台湾的命运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大议题 那我非常感谢 纪文 我这边先提一点 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 因为采访军事新闻的关系 所以呢 你可能特别想要训练自己 是 你知道纪文进来的时候 就里面的一个那个衬衫 然后这样子 短袖的衬衫 他是骑脚踏车来的 他完全不怕冷这样子 我就觉得 我们的军人一定都有这样子的体格 这样子 好 那么 这个 非常欢迎 同步的就是呢 脸书的网路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那你只要在脸书上面 搜寻news98官方粉丝团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非常谢谢亚太防护杂志 总编辑郑继文 同时呢 我们的节目呢 在结束了之后呢 也会放到观点 YouTube观点这个平台 观念的观 然后呢 点线面的点 你找观点 然后找财经起床 其实就可以找到 那么今天的节目了 好 这一个 继文 是 其实今天呢 很凑巧的 其实 联合报跟中国时报的 头版头条 都是军事新闻 大概都跟美军在台湾 这件事情 其实相关联的 那联合报的新闻 当然我们比较清楚的知道 就是明年的教招 要改成14天 而且呢 它的人数呢 是增加了 那么 而且教招的内容训练 要比过去要来的 更加的严格 比如说 它的射击训练 会提高到28个小时 然后战斗训练呢 会提高到56个小时 所以 年轻人 恐怕 未来的一段期间呢 可能都要去 承受这一个教招呢 延长的这个情况 而中国时报 我们的老朋友 吕昭龙呢 他的独家新闻 就是陆战队呢 派遣了两栖部队 去官岛授训 其实这两则新闻 都跟美军在台湾 是有关系的 对 美军在台湾的状况 是怎样的情形 过去到现在 有什么样的演变 其实美军在台湾 我必须说 这是好像今年 这个议题特别热 那首先是由美国媒体揭露 然后 最劲爆就是前几天 这个蔡英文总统 接受CNN的专访 有谈到 大概有一个状况 等于是首度有 我们这个政府高层 这个 这个 这个确认了 美军确实在台湾 所以引发大家的议论 但我必须说 美军在台湾 事实上行之有年 那包括 美国在台协会 他这个住房的陆战队员 虽然他不是穿着陆战队制服 着这种便衣 但 其实已经知道 有美军存在 而且这一点 其实杨苏帝之前的AIT 就讲过了 对 而且你广义上来讲 所谓的美军在台湾 像这个我们和美国有很绵密的军售 相关的关系 原始陆海空 还有陆战队相关的军品交易很多 原始会有美国的军官 就住这个地方 台北 来提供军售的相关的服务 咨询解决问题等等 那比较偏顾问性质 对对 像这样子 我们知道这个AIT过去常常举行一些酒会 我个人就有和这些美军接触过 我记得有一个美军 他升上校的时候 有一天还请我喝红酒 我说 你今天为什么要请我喝红酒 我今天升 我这几天升官了 我很happy 我请你喝红酒 真的 那此外 像这个之前蔡英文总统 是导这个乐山雷达 对 后面很微妙的出现个美国人 就外国人 他普遍认为不是寄带 就是美军 因为那个雷达事实上是美军协作操作的 很多资料直接传回美国 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情 但是 这几年除了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一个 这个有关军售 有关AIT住房以外 那更多就是像 对于我们一些特种部队 进行一个邪训 以往我们特种部队 要加强自己战力 当然要和国际接轨 原始早先的时候 有一些以色列的教官 可能退休的教官 被我们延览过来 教授一些先进的课程 观念 强化特战部队的战力 那是我们聘请来的 对 那后来美台加强合作 这几年开始有这个海豹部队 有绿扁帽等等 一些现役 或者资深的一些教官 不管是军官和士官 然后以轮调的方式 或者轮训的方式来台湾 与特种部队 加强相关专业的训练 教授新的战法战术 也就是我个人采访 这个国军特种部队 我过去发现 以往和现在 在训练和设施上 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装备越来越好 各种类似 我们可以看到好莱坞电影 或者一些战争 这个新闻影片里面 所披露这种特种部队的 这个配备 我们陆续都到位 还有像这种 这个密闭空间的 如何进行反劫持 特种作战 这样的这个战术 我们也开始 这个建立相关的训练设施 我们在龙潭的这个 特种部队训练基地 其实就参观过这样的设施 而且演练给我们看 我必须说这个都是与外军交流 对我们特种部队的启发 为什么特别强调特种部队 我们这几年 汉光也是经常执行 所谓的反特攻 反斩首等等作战 主要就是有鉴于 这个解放军在特种作战 这个能力越来越强 包括训练 包括他装备越来越好 也就是对我们 包括政治 军事 中枢机构 或者重要的要员 他的安全如何保护 其实就成为我们国军 在反特攻反斩首里面 一个相当重要的重点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区分的话 AIT原本其实就有五官的设计 所以呢 你要说美军在台湾的话 他们是着便服的美军 我们可以这样讲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 他的身份其实是军官 而且是现役的军官 但他的重心点其实是防卫AIT 因为那是他的财产 那个是属于 就从某种角度来讲 这算他的领土的一部分 那么第二类呢 其实就是顾问性质的 最有名的当然就前几年 乐山这个雷达战 当时呢 军方自己披露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军方自己拍的 因为没有记者可以去参观这个地方 你们到目前为止也没去过吗 我们只有在远远的这个 外面进行瞻仰 因为那个乐山雷达战很大 他在关雾国家公园 你知道那国家公园 其实你走山路没多久 就可以看到 哇远远的乐山山头 一个好大的一个雷达战 原始很多军迷称之为 乐山大佛 就是我觉得很很很 这个具象的描述 他的这个巨大 还有他的重要性 OK 那所以呢 那张照片只有军方自己能拍 那他拍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他的 我记得是右脚 右下脚的地方 对 就刚好站着一个 很明显你一看知道就是 这个白皮肤啊 这个黄眼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蓝眼睛的这一个外国人 那么他就是一个美国人 那时候其实大家就觉得 那是国军刻意要去释放的这个讯息 对 好 但这是第二类 无论如何 他是属于顾问性质 是 就是我卖了武器给你 我总是要交汇你为止嘛 那这种其实 这种交流 大概40年来没有中断过 没错 那最后这一种是属于特种部队协训 对 这种特种部队的协训 你从一开始的时候 以色列的教官是我们聘请来的 对 但最近啊 海豹部队的轮训 这个就不是我们聘请来的吧 他的时间点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协训的合作 其实这一这两三年陆续传出过 只是以往大家都是知道可能有这样的状况 但未经证实 但很多部队的朋友其实都有谈到类似的状况 但这次其实这个蔡总统的CN里面 其实这个当面这个论述了确实有这个状况 那就坐实了大家原先的一个这个认定 就你所知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川普任内就开始了 川普政府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川普政府时期 其实美中的大国竞争就越来越激烈 台湾作为一个他重要的筹码 其实不断在这个加码 那美国不是只是卖武器啊 美国其实和台湾在军事层面的交流 我认为是有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当然就是大家熟知这个 卖这个先进的武器 军售 尤其是过去长期是防卫性武器为主 但川普政府末期 包括卖那个海马斯 还有陆军战术飞弹 哇这个带有攻击性 毕竟它是300公里的这个弹道飞弹 对 那另外斯拉姆1R这种F-16系带 可以攻击地面高价值目标 这个射程270几公里 那个最重要 这也是攻击性武器 所以军售的品项改变 第二个就是人员加强训练 就是美国派资深的教官 包括海报 这个一些特种部队等等 那今年有一个更特别 就是他派了安全合作旅的一个顾问团 而这个顾问团是做什么用呢 其实就到我们包括北侧中心 就是训练中心 还有就是各主要野战部队 比如说装甲旅 机部旅等等 进行一个评鉴 它为什么这样评鉴 因为我们都知道 国军这几年进行一个基层部队的一个改编 最著名就是所谓的联合兵种营 就是纳入很多战地强悍的这个兵科 等于这个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营级的部队 那美国安全合作旅就根据你的专业 比如说布 炮 装 通 工 化 大概十六个领域 布 布就是布兵 布兵 炮兵 装甲 装甲 通讯 通讯 还有工兵 还有个化兵 大概就是每个专业是有两个人左右 大概十来个人 对你的联合兵种营的 包括你的训练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你本身展现的军事专业 就美军来讲合不合格 比如说是不是有敌情意识 战场概念所做的一些基本动作 然后进行整体兵线 然后对你的部队目前的现况 再提出一些建议 所以这个安全合作旅 其实今年有一些讯息不断的释放出来 对 那我们简称叫做安和旅 坦白说他到来的时间点 跟我们疫情爆发有一点点接近 所以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猜测 不过我们先放一边这样子 那么你刚刚提到说 安和旅 他要去直接到部队里头 然后去检测我们所有的特种部队里头 从步兵 炮兵 装甲 通讯 工兵 化学 所有的这个领域 然后他们要去检测这里面的操作能力 对 他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对 那他们只有评估而已吗 因为他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科别他其实来两个人 对 他做了哪些事情 他能做哪些事情 对 他其实我必须再加强这个 这个补充一下 其实他不是针对特种部队 而是我们陆军的野战部队 对应该是应该是 因为否则的话你像工科化学兵 工兵 然后这些都不是特种部队的兵 对 他这些是针对我们陆军的现役的野战部队 所以他不是只有特种部队的合作 他就是所有的野战部队 所有就是一般陆军的这个 等于说这个常备部队 特别是野战部队 比如说像装甲铝啊 我们好几个装甲铝 还有机部铝嘛 主要是分这几个类型 那他这些教官其实很特别 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美军的这个作战经验是很丰富的 包括伊拉战内战啊 他们没有停止战争过 所以这些很多来的这些安全合作旅的教官 他本身就有作战经验 因此他不是只是说按表操课 他本身会这个具备很强的可能战场的一个环境的适应 还有这个了解 因此对你平常私作一些可能这个作业 他会提出一些指证 比如说单兵在射击的时候 你会不会善用地形地物 还是你只是做一个标准动作 这个就很有差别 这个差别很大 还有你架设所谓的野战这个电台 通讯嘛 通讯是部队最重要 你会不会进行一个良好的卫装 或者和周边的地形地物 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还是你只是按表 要做什么动作把它做完就算了 那其实这些细节我认为 那美军会给予国军很多启发 但是根据我的了解 那国军基层部队对于美军的到来 其实不是太欢迎 基本上他并非我们邀请来的 而是美国可能他期待强化国军的战力 因此他是主动 然后在交流这个他比较到主动的这个态度 所以不是我们让他来的 对来提供一些建议 当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美军和国军的合作三个层面 一个卖武器嘛 一个人员学训 那第三个就是军事的可能调整 包括近期很热门的后备部队 要自己强化啊 我们不是要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 明年一月一号这个整个挂牌开始运作 其实后备部队的强化我认为 这个也是美国人认为以台海防卫 这样的一个战场的状况 你的长辈第一线部队是不够的 原始不够的部分 你如何通过你的后备部队的强化 来弥补你战力不够的地方 所以我们其实明年之所以较招 时间要拉长 然后呢 开始整个的训练的科目 以及他的强度都不一样 跟美军的主动要求有关系 我认为他是带有很强烈的建议啊 毕竟这个台海防卫的环境 其实对国军来讲 这个大家非常清楚 这几年常常讲 战地朝大陆倾斜嘛 我认为其实这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美国人实事求是 他就认为 你在这个无法恢复所谓的 这义务意的这个情况下 如何通过后备部的强化 弥补你人员数量的不够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是是是 等一下马上回来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好好地去看 这里面所产生的化学变化 马上回来进行现场 好的 来大家早 彭彦瑞早 然后还有这个 刘志伦 对 YouTube 确实进了台湾 进了News98 没错 罗云三早 还有沈丽莎早 还有沈丽莎早 然后Mavin黄早 然后微卷 还有这个 然后还有 丁一卫 谢谢 然后以及王沛军 然后呼 Oscar 然后问说 News98的App连不上吗 我们现在的App应该OK 对不对 就是请大家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才进得去 Oh News98 真的啊 就是大家可能打开App之后要多等一下子 让它跑一下就有机会可以进去 好那我这边就高度彩测说 因为我们YouTube这个被关了嘛 所以就有很多人还是因为它必须是 它可能就不是我们的广播范围内 它就必须用网路来听 那脸书直播有它不好用的地方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跑去用App 我们的App 这一点我也要谢谢大家啦这样子 但我这边也不是要吹牛或什么的 我们的News98的App 每一次出状况一定是在我的节目 那最后回应给我的都说因为是人太多了 他们的流量突然之间来不及因应这样子 因为他们平常可能流量不需要因应这么多人 到了我节目的时候就会大爆量 那你可以想象YouTube 我们现在直播大概是150多人嘛 那我们在YouTube上面如果是这个题目的直播 我估计大概是1000多人 对对对一定一定 那所以他大概就有将近1000人可能就转到那个 news的这个news98的App上面 对ADP上面 没有关系如果大家回看的话呢 其实在观点的这个YouTube上面可以看得到 我等一下还会再去宣讲一下 这个Win强帮我们分享这句话是阿德勒的话 阿德勒实在是勇气之父 他说勇气就是克服困难的活力 缺乏勇气的人一旦遇到困难就会坠入人生的黑暗深渊 我正在跟大家分享一个心情 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到那个简讯的时候 那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该如何怎么办 那我先我告诉我自己 我就不断的告诉我自己说 我不可以去想这是一件不好的事 我觉得我要去想这是给我的一个考验 我就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去想说这是一个我的考验 然后我就开始算我的时间 我要在什么时间点去思考 我到底替代的题目是什么 是 然后而且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要保持心情平和 是 这个很重要 对 我很开心 我有做到 每天都有惊喜 对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亚太房屋杂志总编辑 郑继文郑总编辑 也非常欢迎在脸书上面 news98官方粉丝团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那我们的节目呢 在结束了之后呢 整个的影片也会放到观点 YouTube上面观点的这个平台 如果大家看回看的话呢 在YouTube上面的观点平台 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节目 好 那么纪文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美军 其实今年最特别的就是 安全合作率 安和率 它其实等于是 它有从北到南走一遍吗 其实是有 那最早传出是在这个 我们北部一个叫北侧中心 我们知道国军他在这个下地地 什么叫北侧中心 是北部部队测试 然后训练的一个基地 它位于湖口那边 我们南部也有个南侧中心 测验的测 对 最早这个是我们有媒体披露 好像有官兵就是不满 就说这个美国人为什么饮食 比我们一般人要好 每天要准备什么牛奶之类 然后后来才为大家知道 好像有美军在我们这个基地里面进驻 那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任务 那后来我们仔细打听才知道 这是安全合作率的美军 大概人数这样 而且它主要任务就是 对我们的这个联合兵种营 进一个评鉴 然后针对我们暴露出来的不足和问题 提供一些改进的建议 很特别的是 这些安全合作旅的这些来的 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官 他本身是具备中文能力 他们挑选过的 他挑选过 他特别挑选过 所以安全合作旅 在美国军方来讲 它是一个正式编制 他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友邦 他在军事上如何强化 如何去达到美国所期待的这种 这个专业性和水平 纪文你有去采访过 就是他们的表达能力到底 就中文表达能力到底高到什么 高到什么程度 我几个例子 我们知道部队里面常常会一些打pass 就是做一些 比如说在安全合作旅评鉴的时候 可能长官会跟你讲 等一下美国人问什么 我们要怎么打 可能部队的话就是 经常会有一个制式的答案 他会根据你的提问 先拟定一些答案 这个大家都知道 长期就是这样 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 有一些官兵就是披露出来 就是他们在打pass的过程 其实美国人在旁边人眼旁观 后来还冒出话说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得懂 这样就有一点尴尬 但也确实让这个基层官兵 见识到美国人专业度是很高 而且他做很多事情都有所准备 因此你要可能隐藏一些状况 或者呼隆他 直白来说呼隆他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这就显示出这些美军 他本身在中文的 至少是听的能力来讲 那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到底能不能够直接的去跟阿兵哥们去说 你要做什么做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他现在既然是顾问性质的话 他可能就是先看状况 然后接着可能在 跟将领们或者是 这一个 这些长官们在开会的时候 然后去点出问题来 对 他是一定会 就是整个看过以后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 像布炮装 通工化 等等 六个兵科 评件完毕以后 他一定会做一个检讨会议 这检讨会议里面 他就会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 当然他有的建议 可能我们基层单位会不以为然 这就是我想要问的 因为其实我也听到一些耳闻 就是说他们对于美军的建议 其实有抱怨的 那那个抱怨分成几类 一类就是 美军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 美军里头呢 他们的这一种教导的文化 跟台湾其实差距非常的大 第二个是 虽然他们一直有作战经验 但他们不见得 对台湾的地形状态是了解的 他们虽然熟悉中文 但不见得他们熟悉台湾的地形 所以他们有一些建议 可能不适合台湾的自然环境 这两个状况都有出现吗 确实都有出现 就是他们所提的一些意见 我们基层部队 那了解自己的状况 包括财力啊 包括资源等等 能不能配合 我想台湾和美国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别看我们这个国防预算里面 好像买这个新的飞弹啊 然后这个坦克战机 好像感觉很有钱 事实上我们的国防预算 其实相当有限 我们把钱花了很多 放在买大东西 但是对于真的装备型 贴身的装备 反而现在还是很落后的 对特别是藏起来 就是这个像基层部队的照顾来讲 是不够的 那像我们很多人当过兵 就是以前的漏奇是 很多一些装备 可能自己要想办法能弄好 这个就给官兵 其实带来很多压力 当然这是题外话 就是显示了中 这个台湾和美国 其实在部队支援 这运用上来讲 其实远远是有差异 一个指标就是 你只要看有部队附近的 那种民间的店家 一定会有军人装备在销售的店 对不对 就专门卖军人装备的店 谁去买 就是部队里头 这边缺那个 这边缺那个 他没办法去申请补给 他只好自己去掏腰包去买 对 因为我是凤山长大的 你知道凤山的部队很多 不管以前魏武营的部队 或者是部兵学校 然后陆军军官学校 然后中正玉校 还有海军明德班 那些部 所以街上很多 卖这些军事设备的 这一些店家 对 这其实是供需问题 其实这些店家很多都是 和军方有一些渊源 要么就是退伍军人的 或者就是相关的业者 也因此 小的 从这种经济装备 或者一些可能车辆 什么喷油嘴 什么一些车辆上面的零件 其实会大到这种地步 大到零 没错 那另外就是 凤山讲到一个重点 台湾这个地理状况 台海作战环境 毕竟和美军 过去所面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在中东的战争 比较多 是 而且 国军所面对的对手解放军 对 和美军过去面对的 什么伊拉克 然后这个南联盟 或者阿富汗 其实这个技术差距 战力差距 其实相当相当的大 援手必须说 美军可以提供的借禁 其实 它是在某个层面 其实是可以的 但台湾 台海这个特殊的作战环境 我认为 其实 还是有很大的 这个不同 好 所以呢 从这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军其实觉得台湾 跟中国大陆之间 发生战争的几率 越来越高了 或者 或者他们期待越来越高 这 Yes or no 两边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就 关键点来了 他到底 训练的科目 现在看起来 重点在哪些 比如说 今天呢 与昭隆 在中国时报的 这一个独家的头条 那么他提到说 我们陆战队 派遣两期部队 去关岛受训 科目包括了 登陆突击 城镇作战 联合操演 联合操练 我觉得这个 再理所当然也不过了 你任何情况之下 都一定会有联合操练 但是这里面 最近常被提到的 就是城镇作战 对 到底哪一些是 被强化的训练科目 他所谓的两期 这个作战 我认为是两期抢摊 这种两期征收大队 下辖的部队 而且以这个报纸 所披露大概40人左右 看这个兵力 如果成建制的话 大概是一个牌 一个牌左右的兵力 那因此这种 这个两期登陆 特别是这个征收大队 他强化就是敌情的征收 如何进行渗透 如何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安全完成任务 然后后撤 那包括装备的使用 战法战术 还有等等等等 应该都是他的重点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城镇作战 城镇作战 其实在台海作战环境 我认为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现在美军很强调这件事情 台湾呢 没有真正好好的去谈这件事情 对 城镇作战 城镇作战 那城镇当然是台湾的城 台湾的镇 没错 尤其是台湾这个不管是城市 或者乡村 那广义的那种乡村 其实现在都城镇化蛮高的 最明显到处都可以看到 7-11 是 便利商店 是 然后到处都有麦当劳 对对对 所以台湾的城乡 其实城镇化程度很高 当城镇化 它的这个带来的影响 就是整个作战的地域 非常的狭小拥挤 它和所谓的大平原 或摊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尤其是我们陆战队 过去经常做的可能是 还是以登陆 或反登陆为主 这种城镇作战 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相对比较陌生 因此 美军把过去在伊拉克阿富汗 这种城镇战的这种 这个一些经验 或者他们这个新的武器装备等等 战法战术 其实就用来 这个传授给国军 我认为这是可以的 特别是这个 像是密闭空间如何进行作战 如何进行突击渗透 还有这个相关战法战术的配合 甚至说陆空 我们知道美军是强调火力的 它火力不只是平面而已 还有空中来的直升机等等 这些相互的配合 我认为在这个台美之间 这种在关岛的交流 应该都会有触及 那他们来台湾的部分 城镇化的这一部分的作战 也是他们跟台湾的国军们 这个交流的重点吗 对 对 城镇作战 但是我必须讲 城镇作战 其实国军在过去大概十年以前 可能会更早 其实就已经非常注意这个部分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北侧中心 我们本身记者就参观过很多次 它就设有城镇站的一个模拟训练中心 你说北侧中心 北侧中心 它就有一块训练区 就是在那边就是 带了一些这个水泥建筑物 模拟城镇来进行训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其实这也是整个作战概念的一个 重大转变 这边先讲一下 刚刚有朋友问到说 有朋友问到就是 南海的那一个康磊迪克号的潜舰 撞船的事件 就是你有没有特别的看法 当然就是这个 美国人说它是撞到海底火山 有吗 那里有海底火山吗 它说的 就像以前有一个叫华盛顿号的 这个也是核攻击潜舰 它是高速撞击 但美国人其实并没有披露 它完整官方的这种 可能受损的状况 对 之前的华盛顿号是有 这次康乃迪克 其实好像中国大陆有卫星照片 照它在港口停泊 可能受损大致研判的状况 但没有像以前那么公开 所以以美国人这个态度来讲 它可能还有一些 不为外人所知道的一些秘密 我认为案情不像它所说的那么单纯 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它恐怕撞到的真的不是海底的火山了 不是像它所说的 所以还有还值得再去观看 我认为最简单的所谓有图有真相 你觉得中国大陆知不知道它撞到了什么 因为它应该知道 所以不断的逼它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 而且它的话语之间还说 是不是你这个核外泄啊 对我们的这个海洋这个渔业 各种商业这个活动会不会造成影响 所以看起来是有核外泄 有没有核外泄要美国人这个 或者中国大陆拿出证据 我们只是说有这个机率 但这个机率就目前来看可能不是太高 OK 然后我再来看到这一个 有Seven说 以前涉及前会花很多时间先训练机率 现在教招定一周先涉及 会不会不适合 他应该规定教招前去健身房 先是练个音乐这样 对没错 好然后 Walrence你这样透露你的这个年纪了 我说以前星光部队也吃得很好 对对 毕竟是这个国情有差 真的 然后就有人 Seven跟Oscar说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在美军面前要讲台语或者客语 你不能保证他不会台语哦 真的真的 对 其实海峡讲得对 就台湾接受了老美的协助指导 然后被当作是对付大陆的工具 其实我对于城镇作战这件事情 我最介意的就在这里 就是说 所谓的城镇作战 说穿了其实就是放弃决战境外 也放弃这个反登陆 然后要进入我们的大街小巷里头了 那你就是拿平民老百姓在开玩笑 对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启船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欣在我们现场的是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 所以郑继文也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news98官方粉丝团在脸书上面news98官方粉丝团的朋友们呢 一起来收看直播 如果有兴趣和回播的话呢 那么等一下在九点半过后呢 那么在观点这个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那么纪文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里面 显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焦点叫做城镇作战 因为联合操练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大概这70年来都在训练 联合操练本来对于军队的训练本来就是重要的 然后呢登陆突击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从台湾其实所有的防守当中 找到适合的登陆点 然后去进行反登陆的操练 这个也是70年来从未间断过的 以色列训练我们海豹部队训练我们 大概都是重心点 那本来就是防卫台湾最重要的一些关键 那台湾其实适合登陆的点也不多了 那可是城镇作战大概是最近这几年很 很重要的名词 那么可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在全民当中 形成共识来讨论过 其实城镇作战 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讨论 比如我想军方大概是怕 对民众造成一些心理影响 但我必须说过去十几年来的这个汉光演习 他都有做这个相关的操演 比如说66旅 我们知道他住房在林口 他是大台北的卫序部队之一 过去来汉光演习 他常常做的就是台北港的工房演习 反特工反突击 或者这个淡水河口周边 那是他重要的房区 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其实民居很多 那就是一个设有很典型城镇作战的一些环境 也因此加强他这方面的训练 我认为是正是合乎他需要的 那毕竟城镇作战 他强调的部队运用和那种相对开阔 这种所强调大部队 可能装甲火力等等是不同 他更强调是城镇作战 你怎么使用适切的武器 进行相对的战法战术的攻防 那不只是六六里 我们知道像未去台北的这个宪兵 宪兵有所谓的反斩首联 这样的一个编制 那他的环境更是典型的城镇作战 因此这几年他陆续配备像赤箴防空飞弹 或者这种我们国人自制的这种 近距离的火箭筒 反装甲武器 然后再强化他的像云豹甲车的配备 还有相关战法战术的一些操练 我们过去都看过 只是这些都是针对这种城镇作战 特别进行的一些强化 但是这些城镇作战 他现在最让人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需要民众高度的配合 所以我们虽然不断的去强化了这一些的部队的人员 然后呢 其实你知道美军不断的就提醒台湾说 你们城镇作战能力要强化 就包括了我们的教招啦 这些其实都跟城镇作战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你若落实到了战争的时候 人民要做什么事 其实对于这一点 我必须讲国防部说的其实相对有限 不能说啊 对 特别是我们 奉旭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几年经常手机会有个简讯 模拟什么敌人飞弹 或者空袭 有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讯息 真的 我反而没有收到 我有时候就是跟军众的朋友就开玩笑 你给民众这个讯息 你是要显示出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或者要告诉民众什么 你不是只是讯息而已 就像这个地震警报 我们民众被信任说 我可能要在建筑物某些救命山脚 这个范围里面 或者躲在这个桌子底下 但是这个飞弹或者这个空袭来袭 你没有教到民众要怎么疏散 你要躲哪里 就感觉事情做一半而已 相同的这个城镇作战 未来你可能要适度的跟民众讲 未来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可能会有个什么样状况 民众要如何自保 比如说避开是不是军事 这个高价值目标的区域啊 说白了就是像大直附近 我们是要避开国防部 或者横山指挥所周边 民众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最近这个两岸可能发生冲突 我是不是站去别的地方 住一段时间 毕竟我们这地方离所谓大家所知道的 可能共军可能会攻击的高价值目标 很近 你不能保证他会被这个落蛋到你家 可能在一些军事基地附近的一些民众 必须要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尝试 或者一些概念 这个就是军方需要教导民众的 可是继闻这些消息如果出来的话 当地的军民势必造成恐慌啊 我认为这就是可能你怎么样去论述 比如说台海其实还是 目前这个战争的风险还是很低的 大家不要担心 但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你们这个哪些地区的人 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这由里长林长慢慢慢慢去教导民众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只能说相对来讲这个几率有 但是不见得真的会发生 我认为要有这样的概念或观念给民众 我认为这样才是一个负责的做法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是 就是你无论如何 当你开始理解说 你自己要城镇作战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台湾的防卫 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进过程 对不对 过去在不管是两个蒋总统时代 它的重点其实是在反攻大陆 对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做的操练的重点是 如何的去借由登陆的方式 然后去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进 对 不管你觉得成功或不成功 至少它的训练的方式是如此 对 所以美军也不给我们攻击性武器 也在于他不希望我们反攻嘛 对 那么后来我们很清楚的认知到 那个军事的实力开始出现变化之后 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决战境外 就是敌军绝对不让他有 接近我们港口或者是岸边的可能性 之后呢就变成奸敌于贪钱 所以现在其实这十年已经知道 他会进入到城镇这件事情 这就是就是国兵 国民之间 国军跟军民之间 没有沟通的事情 我认为就是政府藏起来 在两岸的军事论述来讲 他没有说实话 但是我必须讲这个 我们现在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其实还是比较务实的 比如说他认为近期是他从军生涯 其实最危险最严峻的事情 那我认为其实这样的态度是很好的 就是很平很这个呃 真实的跟老百姓讲 现在面临的状况是这样 哎老百姓可能心底要有一些准备 我并不是说你真的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一些忧患的意识 我认为这样才是比较负责 而且其实刚才讲到城镇作战 我记得媒体这一阵子还有报道 美军事实上教导的 还包括如何进行游击战 那其实他想法就很简单 就是好我们时间 很用比较长的 对啊 我其实对于游击 好啦 这一点呢就是 没关系我怎么想是一回事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全民怎么想是 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确实有可能是在家旁边 甚至家门口的战争 就是我们要去面对 是是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继闻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可以在观点上面 可以看到郑继闻的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影片的内容 谢谢郑继闻 谢谢 拜拜 意气相挺 谢谢